4月8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习近平请王庭慧转答对阮夫仲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指出 去年年底我访问越南期间 和阮夫仲总书记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了中越关系新篇章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我同阮夫仲总书记达成的共识正在得到落实 志同道合 命运与共是中越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同志加兄弟是中越两党两国传统友谊最生动的写照 双方要共同努力 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当前 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 是中越双方共同利益所在 双方要以高水平互信 驻劳中越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高质量合作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根基 以高度政治智慧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方愿同乐方加强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发挥好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 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 丰富青年 有成等渠道交流 希望双方立法机构深化各层级交流合作 加强立法监督经验等互学互建 为增进两国民间友好发挥重要作用 王庭慧转达阮富仲总书记 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福 表示 作为同志家兄弟 越南党和政府高度赞赏中国的发展进步 由衷钦佩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今年中国两会确立发展新制生产力等目标 是社会主义的创新之举 为越南提供了友谊参考 相信中国必将如期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作出重要贡献 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香港 新疆 西藏事务也都是中国内政 中国必将保持长期稳定繁荣 越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将中国作为越南对外关系的头等优先战略选择 将按照阮副仲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的六个更目标 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流合作 持续巩固高水平政治互信 积极推进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对接 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保持密切交往交流 为夯实两国民间友好 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王冬明参加会见